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柴油工程第六章,水利亚类的第四节内容,水利亚类裂峰延伸模型。 自从水利亚类工艺技术在油漆田开发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以来,水利亚类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试图构建能定量计算水利裂峰矩和尺寸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模型,希望能更加有效地指导水利亚类工程设计。 那么,要实现对裂峰延伸模型的构建,首先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水利裂峰延伸的物理过程。 在水利亚类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亚类液驱动水利裂峰动态延伸,亚类液沿垂直裂峰面发生绿湿,水利裂峰比缝内流体压力撑开的几个主要物理现象。 它们之间存在相符偶合作用。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的水利裂峰延伸模型,就是在描述水利裂峰扩展物理过程与几何形态的基础上, 定量计算水利裂峰几何尺寸的数学手段与方法。 水利裂峰延伸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简单的二维模型,到现在复杂的三维模型的发展历程。 为了简化计算,早期的二维模型在对裂峰空间三维形态的描述中,将裂峰的峰高尺寸假定为长数,一般设定为除尘厚度,只计算裂峰宽度和长度随时间的变化。 早期发展的二维模型主要包括三个类型,分别是Cutter模型、PKN模型和CGD模型。 由于二维模型对裂峰高度的限定,导致摩尼计算的裂峰形态与水利裂峰的实际形态差异较大。 为了更加精确地描述水利裂峰的实际几何,水利亚类研究人员开始试图构建描述水利裂峰三维形态的裂峰延伸模型,经历了从理三维到全三维模型的发展过程。 三维模型的建立,使得我们今天能更加精确地摸理水利裂峰在地层中的扩展几何。 近年来,液烟器开发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由于液烟器除成水利裂峰表现为网络化延伸,经典的裂峰延伸模型不再具有实际性。 水利亚类研究者开始发展描述液烟器除成亚类裂峰扩展形态特征的凤网模型,推动裂峰延伸模型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 本节,我们主要掌握二维模型的建立思路。 首先,我们学习卡特模型。 卡特模型是描述水利裂峰几何最简单的数学模型。 该模型将水利裂峰几何形态假设为封高横定、封宽处处相等的长方体。 亚类液,沿裂峰壁面向地层发生氯湿,基于上述假设条件,考虑注入流体的体积平衡关系。 单位时间内注入裂峰内的流体,消耗到三个方面。 一,是在该时间内裂峰面的氯湿量,二,是新延伸的裂峰体积,三,是新延伸的裂峰产生的粗氯湿量。 根据上述物质平衡关系,可建立相应的数学方程。 求解该方程可得到卡特模型的裂峰几何参数的计算公式。 与卡特模型不同,PKM模型语入了流体压力与延伸弹性硬力应变关系。 裂峰张开宽度是流体压力和延伸弹性力学参数的函数, 假定裂峰宽度在峰高方向上为椭圆形,压类液因缝长作一味成流, 同时压类液因垂直壁面发生氯湿, 沿峰长方向上的流体压力降,由流体在峰内的流动阻力产生。 在裂峰前缘端部的流体压力等于地层水平最小阻引力。 任意是可峰长方向上的裂峰宽度与峰位净压力呈正比。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考虑峰长方向上任意单元流入流量与流出流量的差值等于该单元内压类液的氯质量和内峰几何体积变化量, 得到无质平衡关系,球界该方程可得到PKN模型的几何参数计算公式。 设计率模型与PKN模型一样,同样考虑了流体压力与延时弹性硬力应变关系, 但与PKN模型的硬力应变关系,考虑发生在垂直剖面不同。 设计率模型则考虑这种硬力应变关系,发生在水平平面上。 在假设条件中,同样假设为流体在凤内作一位层流流动, 沿凤长方向,压降由模组产生,裂峰高度和施工排量恒定, 但与PKN模型不同。 凤高方向上的裂峰宽度,处处相等,呈矩形。 考虑缝端光滑,闭合,裂峰平衡延伸,可推到,得到设计率模型的几何参数球界方程。 在二位模型的建立过程中,都假设裂峰高度恒定, 缝内流体,沿缝长为一位流动,延时弹性硬力应变为一位问题。 事实上,促成裂峰实际延伸过程中,沿缝长方向上的裂峰高度为变化的。 不相等,缝内流体,会按封长和峰高方向同时流动,为二位流动问题。 延时的弹性硬力应变响应为三位问题。 为此,发展与实际裂峰延伸无理过程更洁净的三位模型, 才能更真实地描述和摩尼水利裂峰的延伸形态特征。 据于目前水利亚裂研究者建立的裂峰延伸模型, 发展了很多用于亚裂优化设计的裂峰模型软件。 其中主要包括FrogPT,SteamPlan,Goffer,Mayer等。 以FrogPT为例,在软件的初始界面中,对内峰延伸进行扩展模拟时, 为你提供了多个模型的选择路口,可以选择不同的内峰延伸模型进行计算。 其他的模拟软件也具有相似的功能。 这些内峰延伸模拟软件,对矿场亚类工艺优化设计, 提供了可靠的设计工具。 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本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内峰延伸模型的构建基础, 模型发展状况,二位模型建立思路, 以及三位模型与内峰延伸软件概况, 使我们对内峰延伸模型具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